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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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thalie 我知道你小时候 已经开始关注气候变化 是否受到什么影响 是的 我小学的时候 参加了关于气候变化的 专题研习比赛 还得到冠军 所以激发了在这方面的兴趣 哦 我也认识少少教育心理学 你这种经验就叫正强化 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应该挺重要的 原来气候变化 都有类似的现象 毛哥 你是否指反贵作用 是的 气候系统有五个主要成分 大气层当然最重要 其中包括海洋 地表 生物圈 和冰冻圈 它们在环环紧扣 如果某一个组成分 发生变化的话 它们会影响其他组成分 激发起其他变化 有趣的地方 这些刺身的变化 会回回头 影响原来的变化 是的 海冰融化就是一个例子 白雪雪的冰 原本可以反射70-80%的太阳光 但是因为全球暖化 冰雪融化 导致下面的海水暴露出来 它们吸热比冰吸得更快 结果就进了一步加剧地球的暖化 这个现象就是正反跪 还有 当我们的气温上升的时候 空气里面的水气是会增加的 记住水气有一个很强的温室气体 全球暖化的速度自然加剧了 我比较担心的是 北极圈泥土下面那层永久冻土 所埋藏的温室气体甲丸和其他有机碳 它们的碳总量 比现在空气里面的总量更多 随着气温的上升 大量的甲丸和异样化碳 释放到大气层 十足一个计时炸弹 所以气候变化就像骨牌一样 当我们触动第一块牌的时候 就会引起一连串的反应 影响越来越大 就有可能完全控制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